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往昔 蔡琴的过往令人唏嘘 她应该是观众最希望幸福 有归宿的女歌手 然而现年62岁的蔡琴 依旧孤身一人 蔡琴其实结过两次婚 第一任老公是导演杨德昌 婚后杨德昌提议 维持柏拉图式爱情 因为深爱对方 她接受了 没想到 多年后 杨德昌竟然一情别恋 还生了孩子 离婚后 她与大九岁富商杨森结婚 期间她患上了癌症 对方陪着她一起抗癌 抗癌成功后 夫妻两曾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可惜终究没能白头偕老 两度离婚后 蔡琴对爱情似乎失去了信心 身边再也没有靠谱的异性出现 3月29日 据台媒报道 知名歌手蔡琴出席了活动 面对自己被捋传死讯 她曾经身体很好 又是二岁 依然截然一身 没有人会喜欢孤独 除非迫不得已 2.陈书画 大家还记得这首《梦醒时分》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 歌手陈书画曾凭借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 从此成为人们心中的金曲天后 遗憾的是 她在最当红时却突然隐退歌坛 从此闲少露面 1月21日 据台媒报道 陈书画的好友资深音乐人田定峰日前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长文 回忆自己与陈书画相处的时光 并透露了她隐退的真正原因 陈妈妈的离世对陈书画的打击非常大 所以她才决定暂停工作前行进养 据悉 童星出道的陈书画 生活以及事业上的很多事 都有妈妈一手包办 久而久之 她对妈妈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感 成为了一名妈宝女 妈妈摔了一跤意外去世后 陈书画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不知道如何面对媒体 如何继续工作 于是她迅速卖掉豪宅 搬到郊区 每过多久都换掉手机号 独自过上了隐居生活 不过 让陈书画隐退23年 始终不愿意付出的真正原因 其实与媒体有关 隐居的几年间 因为所有人都无法联系到陈书画 所以媒体开始捕风捉影 制造了许多不实新闻 当时 陈书画被媒体拍到一些 看似在发呆的照片 镜头里的她显得十分憔悴 媒体还用了不少 派人听闻的标题 于是外界一度盛传她患上了 忧郁症以及失智症 媒体的做法 让陈书画对娱乐圈的环境 彻底失望 因此不再露面 选择继续低调生活 不论是付出还是隐居 只希望如今 已经63岁 仍然未婚未育的陈书画 能够早日走出阴霾 健康开心地度过 接下来的人生 69岁资深歌后 陈英杰纵横歌坛40多年 唱红诸多歌曲 戏派大姐的形象 也为她赢得好人缘 不过近来却较少 在荧光幕前看到她 原来她在半年前突然小中风 一起床跟姐姐说话时 就惊觉不太对劲 幸好在医生的治疗及老公的照顾下 逐渐恢复健康 事业非凡的她 婚姻也幸福圆满 与老公李春鹤结婚24年 感情甜蜜如稀 任人羡慕不已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在此前陈英杰其实 与前男友 判见有段13年的感情 并为对方扛下了千万的债务 时隔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 她也不禁感谢老公当年 时时出现 事实上 去年初 陈英杰因小中风 而休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也是丈夫在一旁悉心地照料 她曾在受访时表示 老公当时为了自己 完全就像个全职保姆 不止如此 陈英杰还甜蜜地说 平时夫妻俩 也会一起散步当做运动 在照顾身体的同时 夫妻俩的感情 也变得更加紧密了 不仅如此 李春鹤更直言 虽然两人结婚至今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爱的结晶 但一想到当年 陈英杰为了替她生子 曾经小产的经历 为人夫的她便深情而坚定地说 我宁可不要小孩 只要她健康 一切随缘就好 一番真挚的情话 让人为之动容 四 刘雪华 任一生并非都会一帆风顺 就在刘雪华演艺生涯 风光无限时 她迎来了一段 一生当中最不愿意 回想的情感考验 1992年 刘雪华与刘德凯因戏结缘 又因戏而生情 两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 刘雪华便产生了 结婚生子的念头 1997年 刘雪华未婚先孕 她再次与刘德凯商量结婚时 对方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刘雪华推掉许多戏约 为准曼曼身份进行预习 和进行准备着婚礼 但身处在法国的刘德凯 拍着拍着戏却出轨了 这令她仿佛对所有事物 都失去兴趣 而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在她精神恍惚的情况下 洗澡摔倒而保不住的 如果不是在手术过程中 发现生命危险 不得已摘出子宫 刘雪华早已不在人世 尽管如此 被救回一条命的刘雪华 也没走出情伤 在术后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还好母亲感到 她才没能犯下 如此愚蠢的错误 为了走出这段情感阴影 刘雪华选择暂时退出演艺圈 而这一退就是整整四年 如今 62岁的刘雪华孤身一人 与爱犬相伴 并不抱怨 谁让她沦落到如此现状 她说生命好似一段旅程 该走的路都要独自体会 5.林慧平 林慧平19岁 首张专辑在当年 就卖出了100万张 出道即走红 这是林慧平身上 最显著的属性 她的第一段感情 与情歌王子江玉衡 并没有开花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初 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 这一次 她恋上了台湾的综艺大哥张飞 两个人交往的时间 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概有四年左右 第二段感情 是如何从最初的热烈 走向破碎的 外界同样不得而知 很快 她又和歌手郑金一 开启了第三段爱恋 不过 第三段感情 更像是一段短暂的过场 没有公开 没有承认 郑金一和她 只是绯闻中的一对男女 正所谓柳暗花名又一村 在到达美国两年后 林慧平开启了 自己的第四段感情 和媒体人潘伯赵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人到中年的她 婚姻却又一次迎来了危机 2009年 林慧平和丈夫 潘伯赵离婚 如今的林慧平 依旧处于单身的状态 她自己曾坦言 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书 和看看电影 假日的时候 再去陪陪亲友 她说自己很享受这种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至于生命中曾经出现的四个男人 早已随风而去了 6.王祖贤 说起王祖贤 她可是无数人心中永远的女神 就在前阵子 她刚刚过完了自己55岁的生日 但看似岁月静好的王祖贤 也曾有过不为人知的一面 女神什么都好 就是感情之路不太顺利 1993年 王祖贤恋上有夫之夫 林建月 而这段感情不仅伤害了 林建月的夫人谢玲玲 同时 也毁掉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还让她心灵颇受打击 但她的一心付出 却并没有得到一段 美满婚姻作为回报 王祖贤离开林建月后 又与歌手齐情复合 并且两人还准备结婚 但当时齐情前女友方美芳 控告齐情抛弃私生子 可以说再次让王祖贤备受打击 最终 她选择彻底退圈 并前行学佛 除了这两段恋情之外 王祖贤还有过不少的绯闻 如今55岁的王祖贤 依然截然一身 安静享受在加拿大的隐居生活 但不管怎样 王祖贤曾经的感情 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的状态就很好 平平淡淡 却是舒服的 也希望她能平静且快乐地 安度余生 7.欧阳飞飞 说起欧阳飞飞 她当年在日本歌坛叱咤风云 日本以飞飞台风形容她 唱片畅销程度 日本人非常尊敬她 如今飞飞演唱之后 大家可都要起立的 20岁的欧阳飞飞刚刚出道 就签约了台湾电视公司 在这里她遇到了第一个男友 谈吐幽默的主持人田文仲 引起她的注意 青春活力的欧阳飞飞 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帅气的男人 但为了歌唱视野 她只身前往日本发展 最终具少离多的两人分手了 欧阳飞飞在28岁那年 遇见相伴一生的日本著名赛车手 市场撞击 别人要结婚的消息登上了当时 台湾日本演艺界新闻头条 轰动一时 这次 欧阳飞飞的爱情令人羡慕不已 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 也没有海誓山盟 却像流水一样绵延不断 相对无言眼波如流的默契 这才是让人向往的感情 结婚38年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欧阳飞飞坦言夫妻俩曾努力过 可惜老天不赐给他们 可能这些女星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儿女吧 到了晚年 真正体会到孤独 子女才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